那我們把剛剛教過各位四種乘法對加減法的分配率 我們把它統一整理出來 我假設ABC這三個數 是三個任意的整數、分數或是小數 這是目前各位同學所學過的數 整數、分數或是小數 我假設ABC是三個任意的整數、分數或是小數都行 那首先括號A加B括號乘以C 等於A乘以C加上B乘以C 也就是說AB這兩個數字先加起來之後再去乘以C 會跟A和B分別先乘以C之後再加起來 相等 而A-B A跟B先相減之後再乘以C 會跟A還有B先乘以C之後再相減 這兩個也是一樣的 括號A-B括號乘以C 會等於A乘以C 會等於A乘以C-B乘以C 再來 C乘以A加B括號 也就是C先去乘以兩個數相加起來的結果 會等於C 會等於C分別先和A還有B先相乘 C乘以A和C乘以B先算出來之後再加起來 而在減法上 C乘以括號A-B括號 也就是說C去乘以兩個數相減 有兩個數相減之後 C乘以A會等於C分別先乘以A和B這兩個數字之後再相減 那這四個乘法對加減法的分配率 請各位同學要把它熟記 這樣子我們在計算一些計算題的時候 會非常非常的快 甚至不需要用到直式 直接用橫式就可以幫我們算完結果